当然后来到了工业社会以后 实际上前工业社会在基督教社会里面 就是后来就延续出来了这个一夫一妻 所以这个是一个从产业结构的变迁 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一下 人类的夫妻关系和家庭里面的权力结构 带来的这些变化实际上蛮有意思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 正在经历的互联网时代的这个转型 要进一步往服务业转移更多 实际上这些对家庭里面的关系慢慢的会产生很大的 对 这样你们女士在家里地位越来越高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在家里面很多社会 它表面上看上去男权非常非常占主导的这种社会 女人在家里其实都还算有地位的 比如说您刚才说到后来变成那个一夫多妻嘛 比如在中东那些那个勇武民族 他们很多时候他为什么男的可以娶多妻 是因为战争有很多的寡妇 最开始是因为要接纳去安排那些寡妇 所以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安排 就是这个你社会怎么 你怎么去安排这些人 那其实即便是那样子 就是在多妻的那种家庭里面 那女的还是挺有地位的 她整边风那些翠翠还是可以 就家里事情还是给她管 那相反就在一些看上去好像男女挺平等的社会 但是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在职场 那玻璃电话板还是很严重的 没错 对我听到有一些中国的就是经商的人 他们就说嘛 他们就是出去就谈判啊什么 就发现对方的公司常常是这样子 一个男的老板 然后呢那个男老板未必是最聪明的 而且往往是不是最聪明 但是旁边的一个女副手 那个人一定是最聪明的 就通常他就说我要跟他谈一件事情 要跟那个女副手先说 他一定记住所有的事情非常有安排 会有这样一种格局 对 我很有这个经验 说回来其实社会的需要跟环境 当然会造成很多制度的变化 我们怎么样比如说处理两代关系 或者是两性关系都一样 可是问题是当整个社会在变的时候 就我们能够做的 个人能够做的 恐怕通常都只是我个人心里怎么去适应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在这么一个变动秩序下 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 还没做好一些的心理调整 刚才讲到养老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机会 就是你们要去住老人院 但住老人院的人是要有住老人院的心理建设的 那这个心理建设包括什么呢 就像比如说陈老师 你可能是您夫妇俩都有足够的心理强度 就你有自己的生活 就像你刚才讲 他生活不建立在谈论子女身上 那除此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我们不要忘记去养老院跟在家访老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到在家访老你是越来越抽离社会 我们看到很多老人他其实我觉得最凄惨的是孤独 那个孤独是什么 他越活到后来 他的活动范围越小 到最后甚至是不出家门 他就只在自己的小小的卧室或者家的范围 但是老人院却相反 老人院是一个社交环境 就你具不具备那样的一种能力 性格社交的那种技巧 在你年纪那么大的时候 你还要去适应那些原来你并不认识的人 天天跟你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我爸就完全不可能 因为他是个非常自闭的人 平常从来不下楼 那对于他来说要到一个陌生人的环境 需要跟人相处 这玩意那就跟下了地狱一样 对所以就变成出现别的情况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见过有这么一些的 也不完全说是老人院 有这么一些老人的宿舍 或者老人公寓 欧美都很流行 它是怎么样呢 它不是百分百的养老院 它更像是比如说假设我们几个月好 我们说我们老了 一起去那买个房子 买几套房子 连在一起住 其实是跟一群朋友共同老 然后我们也见过 我们在瑞士很多这种 我常见到 其实里面也蛮凄惨的 对当然 但我见过那些很搞笑的 我真的见过七老八十的 十来个老人 然后坐着车开着车去旅行 这就是我一问 原来都是一起住那种地方的 或者住一个养老院的 可以的 其实可以的 几个老哥们坐堂椅上 对 刚才尿了几滴 今天尿裤子换了三回 这让我想起来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这种安排 比如说就举个例子 像我自己的主集 我的老家是广东顺德 我们顺德有一些风俗 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有一种人物叫马姐 就是这个叶德贤演玄华 那个电影陶姐 里面那个陶姐这种人就叫马姐 马姐是什么呢 他就是像现在很多人 家里面的阿姨一样 或者香港的飞庸保姆一样 他是职业的 而这种职业呢 在我们老家呢 出来这种职业 他有个特点 他们一般都是一辈子不婚嫁 终身不嫁 所以他们有个名叫 自书女 自己书头发 自己书起来 然后他们叫书起不嫁了 就我这辈子不嫁了 然后呢 他们呢 不嫁人 那么一直跟着这个打工的 这个主人家 但是他们彼此 这个群体之间关系很密切 然后他们又有个习惯 就是他们一路帮着主人家打工 然后但是主人家也有义务 要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存着 这个钱存着干嘛 等到他年纪真大了 干不动了 那有些主人家 就万一出了像刘德华这样的少爷 他想养 那当然很好 但要不然的话呢 他们就退休 退下来怎么办 他拿他身 一直攒着那笔钱 买一个小房子 然后呢 一般都是马姐 是一群的买 然后这种房子的 我们叫做姑婆屋 就一整排 整条村就是干这个的 然后整条村的人 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太太 然后彼此照应 也算社群呢 是个社群 是个社群 其实陈老师 我特别想挺 我们在香港现在也有 对 你刚刚说到 就是互联网转型这个服务业 我在想 忽然会不会让老年人的 这个功能重新发挥 比如说好多年前 我就听说在韩国 他们叫老年人干嘛呢 送快递 因为老年人坐公车是半价嘛 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 然后现在在中国也有啊 有一些那个apps 就是你是专门 可以找人帮你去排队 反正就是帮你 反正去做一些 花时间的事 因为年轻人没时间嘛 老年人会有时间 这会不会带动一种 他们新的角色 我相信做快递 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 肯定不是起那个单车 走路都走不稳 不要说好那么多的东西 这个 不过你说的对 最好还是有别的办法吧 比如像我 我原来不太习惯的 就是但是在香港看到 那么多的这个男的女的 七十几八十几 还可以开出租车啊 或者是到餐馆里面去打工啊 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少 当然我原来不了解 现在更多的了解到 香港的这个退休 这个养老的这方面的保障 非常少 太少 非常少 所以这就逼得 这就是生活金嘛 那么多的人就被逼得 这个不说这个话题了 对 但是您说像这个啊 这个是不是经济关系的这个改变 会导致传统家庭关系的很多改变 你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讲自淑女 这就是一种 他也特殊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一种 自淑女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想 就是说人类啊 所谓的这种家族啊 婚姻啊 亲戚啊 所有这些制度 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不断变了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所以又可以预期将来 陈教授您有预言吗 他会变成什么 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 我说句 这个这个比较低俗的 就是说 我老发现呢 谁养谁 这事很重要 就比如说 或者说夫妻两个 你说白了 就是谁挣钱多 谁挣钱少 这个事情啊 潜移默化的 就有影响 那您比如说 现在基本上倾向于 像您说的 女性地位高涨了 那么这个婚姻呢 我们同时也看到 不稳定的因素 越来越多 那您觉得将来 那天我有个同事还给我讲 就是现在为什么不稳定啊 叫今天的社会啊 男的不缺性 女的不缺钱 这个 那您觉得这种传统的这种 这种婚姻关系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已经变化很大了 本来我们说的 就像黄梅系 夫妻双双 把家华里面说的 你跟田来 我织布 我挑水来 你交缘 实际上那个意思很明确 通过两个人结婚 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 你发挥你的 承包制 对 发挥你的优势 我发挥我的优势 这样一来的话 通过这个组合 把这个产出可以最大化 比单个去做要高多了 对 但是这方面的经济功能也是有这些公司 这个公司都取代了 所以这个也没必要通过婚姻来完成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养子房老 那些风险保障功能 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功能 这些也都是越来越有金融市场和养老院等等 那些行业取而代之了 到最后的话 可能有的人说 那结婚不结婚 分别就不大了 这个性关系是不是可以稳定啊 现在的话好像 尤其问中国男人 或者中国女人 可能会说 这个用得着 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所以到最后想一想 对 婚姻的功能还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会发现 最后还是自己 是最靠得住的 所以这个就回到 这个原子 这个个人 这个原子 最终咱们都是孤独的星辰嘛 不过我觉得 一切都在离散嘛 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传统的价值观 它的惯性还是很大 有时候 比如说你说 那个女的的收入比较高的那种家庭 反而我觉得 至少我看到的例子里面 大部分到最后出轨的不是那个女的 不是女的赚钱 是那个男的 就是心理不平衡 就会找小三 这个话可能说的 这很有理由了 这个话说的太绝对 但我自己看到过真的是这样的例子 就是很奇怪的 我觉得以前我们说 比如说你婚姻 或者你找一个人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 我们都说一定要 最重要是看人好不好 就很纯洁的那种关系觉得 你如果看一个女的 你只说她漂亮不漂亮 那你就是这个就不对 你要看人好不好 看男的也只能说人好不好 你不能看她那个有没有钱 后来我今天发现好像不是这样 他这个东西才不能叫钱贵 他就是个真相 你才发现什么 对啊 我也觉悟得太晚了 后来我发现 真的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男的 你不要说收入有多高 你至少有一定的体面的工作 有一定的收入什么 这个对稳定家庭非常重要 因为这还牵涉到这个男的 本身的性格的健全跟尊严 包括他的信心 可是另一方面再回头讲 讲回家庭功能 其实你看人类历史 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 我觉得这完完全全 就是个家庭功能 不断被剥夺 或者家庭角色 不断地被削除的一个例子 被剥离 对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60年前的中国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出生是出生在家的 在家里生的 以前小孩 死也是死在家里的 然后小时候不用上幼儿园的 是家里上学的 那么请问 今天有多少人是生在家里 死在家里 就你生死的地方都在医院 然后你小幼儿阶段 你在托儿所 在幼儿园 所以整个家庭的角色 不断在剥离 到最后我们通常会说 家庭是什么 它剩下一个情感功能 可是这个情感功能 今天我们用手机 微信朋友圈 也有很多 这个鲁迅先生早就说了 爱情是要有所复利的 如果最后抽抽抽 抽的就剩下一个 空空的感情的时候 觉不觉得虚 但是有一个方面的 这个现代社会的变化 会使得婚姻 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纽约州 对于这个婚姻权利 婚姻带来的权利 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算了一下 大概在纽约州 两个人结婚 就是这个婚约这一张纸 就可以给双方带来 一千多种不同的right 不同的权利 原因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移民权 是吧 比如说一个加个美国公民 那你可以到美国移民 这个养老保障 这个医疗保障 甚至于到那个旁边那个健身房 我去登记了 那么我妻子就可以自然的也可以去 或者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在耶鲁大学里面的使用图书馆的权利 那很多了 一千多种 所以这些利益的面前会使得 婚姻这一张纸还是会有差别 但是你看 所以说制度是人设计的 你现在香港交税 结婚的人交的税就比单身的人少 有孩子的更少 对啊 他就是这么给你设计的 所以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助长 不是说助长了 还是要让你结婚 维持这个婚姻性 传统家庭的 有些地方的人不结婚是为了省税 好像有些地方也有这样的 有中国嘛 比如说结了婚的离婚 是因为房子的问题 对不对 买多套房子 而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你负债 是不是一个共同负债 就因为现在有可能 比如说有人会认为离了婚之后 你已经离婚了 你丈夫的债 你也还在共同承担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要考虑该不该结婚了 我刚听你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突然就感到 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跟大家聊天 是因为我作为妈妈的功能 被学校保姆 还有什么做饭 都代替了 最极端 你可以叫外卖这些东西所代替 但是回过头去想 就像你说的 这就让我感觉很虚了 就原来我和我孩子之间 我已经不能用金钱 或者用任何的其他办法去约束他 我一定要对他好点 更多的你反而要想 我们要多有点好像要虚的东西 就因为我们两个有血缘关系 我必然的就 就跟你个感情很接近 不一定的 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双方的了解 认同和喜欢信任 这就为什么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 刚刚看美国的那些电视剧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当时就学说 美国的那些儿子女儿 可以叫父亲 叫母亲 可以叫名字 对对对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这个不能够理解 但是呢 你仔细地想一想的话 他就是通过这种 不要称这个 因为我是父亲 所以你喜欢我也行 不喜欢我也行 你必须的听从我的方方面面的 因为我们只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话 更多的人会觉得 父母跟子女之间 本来就没有这个经济上的那个指望 那么以后的话 要把这个家庭的感情给它建立 给它巩固住的话 必须的靠真正的平等的交流交往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体验 实际上在美国社会 对了和设对象还好一点 美国社会在那经历了一两百年 真的感情得以纯粹了 可是这也要小心 这个是要学习的 人的家庭关系能够好 或者夫妻关系能够好 感情的发展能健全 不是天然的 是需要学习的 因为也有很多情况 比如最近不是有个心理学的说法 很流行吗 特别在美国 叫情感勒索 恰恰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 剩下情感关系 那你怎么来约束你的伴侣 或者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父母呢 那就用情感来勒索 情感勒索表达出来 比如说举个例子 因为很想孩子对自己好 但是我 讲刚讲这么多关系 我都管不住他了怎么办 那我就要需要 比如说是 我要常常把自己 变成一个受害者角色 永远让自己的丈夫 太太 有 子女或者父母 觉得亏欠自己 有的 对吧 永远把自己 变成一个受害者 可怜虫 可怜虫 然后使得他在道义上 情感上觉得 他是对你的受害情况 有责任 那么然后也演变出很多悲剧 就纯粹的情感关系 不容易 这是真的是要学的 这个还真的是 就是说当解 所以为什么我说爱情 要有所复利的 有时候呢 咱们现在还觉得 据说是一种 比如说经济上的 一种供养关系 但是呢 笼罩了一层感情的面纱 仿佛这样呢 还牢靠些 有理有面 有理有面 但是呢 当抽去了这个理子 或者仅剩下面的时候 反而这个事情变得很高难 反而变得 需要 真的是需要两个 就有人讲是 多年父子成兄弟 就是汪曾祺讲的话 我有一个朋友 在移民加拿大 他就跟我讲 他去加拿大 这个医疗制度挺好的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看 跟这个 我看这个外国人 跟这个父亲 就是他父亲 这种中风 什么的 他说在医院里 有专门的这个护工 人家的护工 据说服务水平 也相当高 拿给你收拾的 干干净净的整天 然后呢 他说这个儿子呢 每个星期天 开着车 到那个医院 跟父亲聊天 聊一下午 两个人真的像是兄弟一样 这样聊天 看球赛 什么的 一起看球赛 听起来反倒是 挺好的一种感觉 对 当然在美国 也有另外一个体系 就跟刚才我讲的 有关系 就是 那个遗产 这个制度 跟中国不一样的 中国我们历来就是 诸子均分 就不管这个儿子好不好 但反正只要是他儿子 就占几分之一 这个是肯定要保证的 但在美国的话 完全靠那个遗嘱啊 你怎么写 怎么写 所以这个的话 多多少少呢 就是有一点激励 只要我还没写 我还没有 我这个 我的那个 遗嘱上面写的财产 是怎么分的 子女不一定知道 所以让他们有一点 最后一招 拿住你 你得跟老爷子好嘛 相互邀功 竞争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 这个陈教授 给女儿写的那封信呢 也是一种情感沦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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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给小孩去洗脑 咯 别оль人 条件 코 puerta 没有 这个 晴亚 要 开 血